晚饭后,母亲告诉子云一件重大的事情 他们将在下个星期搬家 新家在一座公寓里 子云听母亲说公寓里不能养小动物 子云很难过 以为他因为他养的猫儿不能跟他一起住了 那么猫儿应该怎么怎样处理才好呢 子云讲我要为猫儿找一个新家 不然他没有家住就很可怜了 子云去问青青愿不愿意收养他的猫儿 青青说对不起我不可以养猫儿 猫儿会去做我的小鱼来吃 子云去问子云又请求猪猪收养他的猫儿 猪猪说我家养了一只大狗 我怕他会欺负你的猫儿呢 子云只好去请求其他的朋友 结果子云失望了 结果子云失望了 因为他认识的人都养了很多虫物 无法见收养猫儿 子云在学校的布告栏上看到几张 寻寻寻找布的纸条 他马上想出一个好办法 子云在白纸上画猫儿的样子 涂上颜色 并写着并写着我家猫儿殉长 新竹人 主人他有燕收养的人请到请听班早 黄子云 子云把纸张贴在布告栏上 这样他就可以让每个同学知道 这件事情 子云希望很快就有同学来收养包儿 第二天一个女孩来到清兵班找子云 她问了一些有关猫儿的事情 子云都一一告诉她 过后子云问 你是不是要收养我的猫儿呢 你才回答 我没有养过小动物 觉得很好奇 便来问一问 我可以试着收养 我可以试着收养 万亿绝不 觉得不能 试一 能不能将猫儿还给你 子云听了 觉得你还没有试一 诚意 收养猫儿 她说 让我考虑一下 过了不久 一个男人 找子云 她想要收养猫儿 子云 子云 仔细地 看着地方 对方 子 电男孩的头发散乱 全身黯黯沾沾的 子云心想 她 她连自己都照顾 不好 便 病 跟别说 要 照顾 猫儿了 子云 不肯让 男孩收养猫儿 放学了 子云的心情 有一点 糟疑 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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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子云 子云 要 子云 要 确定 家商 是不是 成 有没有 成立 收养 猫儿 她问 家商 为什么 要 收养 猫儿 家商 说 我 以前 养过 一个 一只 褐色的 猫儿 就 跟 你的 猫儿 一模一样 可怜 她病死了 我很 想念她 如果 我 能收养你的 猫儿 那就太好了 子云 听后 确定 让家商 收养 猫儿 今天是子云 当家 的日子 婷婷和猪猪 来到了子云的家 为子云送行 他们问子云 或她 自 逃地址 以 跟 以跟 互相 同性 轻轻 对子云说 我常常会想起你 猪猪说 有 有 机会的话 我 我 会 去 我 会去 探 逛你 这时 家商 也 抱着 猫儿 来 送行的 子云 摸 摸 猫儿 对家商说 如果我回来这里 我能去你家看看 猫儿 吗 压三点点头 子云 放心地笑了 大家也跟着笑了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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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